这天命案频发的英格兰弥桑郡又发生了一起特别离奇的命案 当地一位名叫马叔的中年男子在自己家中引诞身亡 警方勘察现场后发现马叔死时坐在一张椅子上 在他的面前布置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机关 一只双管猎枪的枪口正对着马叔的座椅 猎枪扳机用钓鱼线缠绕后连在了马叔右脚的皮鞋上 看上去像是马叔自己设置了这个机关 然后回到座椅上用连在脚上的鱼线扣动扳机杀死了自己 发现尸体的人是马叔家的兼职管家婆梅太太 梅太太每周上门三次给马叔的屋子清理卫生 据她的交代马叔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老流氓 几乎吃喝嫖赌抽样样都会 据说对方最近欠下了一大笔赌债无力偿还 就连梅太太的工钱也已经拖欠了四周 此外马叔和妻子马沈分居多年 两人的离婚手续正在走法律流程 在梅太太看来 马叔完全有可能在走投五路之下自杀 警方在勘察现场时 发现马叔家的门窗完好无损 没有任何外人闯入的痕迹 屋内也没有找到太多可疑线索 唯有死者身旁的桌子上 放着一座银色小奖杯 显得有些突兀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 马叔确实像是死于自杀 但问题是 马叔如果想要自杀 为何不直接对着自己脑袋来一枪 非要设计一个如此复杂的机关呢 此外 警方也没有在死者家中找到遗书 所以负责办理此案的巴纳比探长 还是初步认定 马叔是死于谋杀 再让法医将那只银色小奖杯 带回警局化验后 巴探长找了跟马叔分居已久的马沈询问情况 马沈在跟马叔分居之后 就跟当地开私人诊所的白医生住在了一起 两人还养育了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 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属于马叔 还是白医生的骨肉 马沈的证词跟梅太太的说词差不多 马叔除了在外面吃喝嫖赌外 在家还有家暴的恶习 马沈就是因为受不了对方的长期殴打 才选择跟白医生走到一起 在马沈和白医生同居期间 马叔就隔三差五的上门纠缠 此外 马沈还告诉巴探长 马叔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曾在当地的乡村医院接受过长期治疗 在对马沈的问询过程中 巴探长注意到 马沈的家中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奖杯 马叔死亡现场发现的银色小奖杯 似乎就是其中的一件 不过马沈并不清楚 家里的奖杯是否丢失 这些奖杯都是白医生 在各种音乐比赛中获得的荣誉 白医生虽然开着一家私人诊所 但对方真正的爱好却是音乐 还专门在当地组建了乐队 在问询完马沈之后 巴探长就带着助理来到当地的乡村医院 想了解一下死者马叔 当初在这里的治疗情况 这家医院的院长钱博士 是巴探长的多年好友 简博士是著名的心理学教授 也是一位单亲妈妈 除了日以继夜的工作外 她还养育了三个孩子 儿子减大在当地读高中 两个女儿姐妹和姐妮都是初中生 简博士的丈夫在三年前爬山时 意外坠崖身亡 自此之后 简博士就一边工作 一边独立抚养三个孩子 在工作中 她锐意进取 对乡村医院进行了生化改革 而作为母亲 她又温良贤淑 将三个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 简博士的这些工作和家庭的情况 巴探长都十分了解 所以她非常敬佩这位 有着坚韧性格的独立女性 据说 最近医院里的一名年轻的药剂师 俊格正在追求简博士 由于两人年龄比较悬殊 医院里的其他人 都不看好这段关系 巴探长对此倒是不以为然 毕竟 爱情只要心灵相通 彼此有共同语言 年龄有些差距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在得知马叔死亡后 简博士感到颇为惊讶 马叔在治疗抑郁症期间 确实让简博士费尽心力 因为对方表现得极不配合 经常在医院抽烟酗酒 简博士最后万不得已 才将其轰出了医院 不过在马叔出院后 简博士每周都要专门去对方家中 定期为其做清理辅导 在简博士看来 马叔虽然深陷债务和婚姻的双重危机 但肯定不至于为此自杀 因为对方是典型的赌徒性格 而赌徒在任何时候 都认为自己能够翻本 不可能会绝望到自杀 把探长基本认同简博士的这个判断 在回到警局后 他接到了警局鉴定科的报告 案发现场发现的银色小奖杯 果然是白医生的私人物品 小奖杯里残留着葡萄酒 和抗抑郁药物的成分 此外 法医从死者马叔的体内 也检测到了相同的抗抑郁药物 而这种药物含有麻醉剂 如此看来 凶手应该是用小奖杯当作酒杯 在里面倒上了 掺有抗抑郁药物的葡萄酒 然后诱骗或是强迫马叔喝下 致使其丧失行动能力 最后又用猎枪和鱼线 布置了杀人机关 伪造出马叔自杀的假象 白医生跟马叔是情敌关系 对药物也了如指掌 显然有着作案动机和作案能力 案发现场又发现了此人的私人物品 所以 八探长尽管直觉认为 凶手不太可能是白医生 但还是决定去会会对方 面对八探长的问询 白医生表现得很坦诚 他承认 自己早就想弄死马叔 苦于自己太过胆小 一直未能实施 况且 他对音乐极度失迷 最近正给自己的乐队 误责到了一名年轻漂亮的女鼓手 所以 对于杀人这件事 白医生觉得既没什么意思 也没时间去做 随后 他还向八探长提供了两条线索 第一 出现在命案县城的银色小奖杯 很可能是死者马叔 从自己家中偷走 马叔生前经常上门纠缠白医生和马婶 完全有机会偷走小奖杯 换句话说 马叔仍有可能死于自杀 对方在自杀前 喝下掺有抗抑郁药的葡萄酒 只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减少痛苦 第二条线索是 马叔死前喝下的这种抗抑郁药 属于处方药品 除了白医生的诊所外 就只有当地乡村医院里有此药物 八探长随后带着助理 再次赶到乡村医院 并找到医院的药剂师俊哥询问情况 俊哥在面对八探长时 眼神左右闪躲 一副不太想理人的态度 最终也没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在问询俊哥的过程中 八探长和助理认识了一位名叫突彪的病人 突彪长得五大三粗 一副脑袋不太聪明的样子 据医院院长简博士介绍 突彪有过精神病史和犯罪贤科 在死者马叔住院期间 突彪就经常跟其打架斗殴 两人相处得极不融洽 不过 突彪近些日子 病情有所好转 简博士将他安排在社区做园丁 平时给周边居民的花草 加浇水除除虫 八探长本想直接跟突彪本人聊聊 但这家伙在见到警察后 就一溜烟地跑开了 八探长只好暂时作罢 案件的调查至此也彻底陷入僵局 当天晚上 简博士刚好在家中 举办乡村医院周年庆祝派对 除了八探长和助理外 简博士一家四口 以及白医生 俊哥等人 也都参加了晚宴 晚宴上 白医生眼神直勾勾地盯着 简博士的大女儿简妹 而俊哥则仍然对八探长爱打不理 八探长总感觉到 这两个人有些可疑 但一时也想不出 两人跟马叔之死到底有何瓜葛 然而 就在周年派对的当晚 又一起命案发生了 令八探长大感意外的是 这一次死者居然是俊哥 俊哥是在参加完派对 回医院宿舍的途中 被人淹死在水中 诡异的是 凶手在溺斑俊哥后 又费尽周折 掉在了乡村医院门前的操场上 此外 在俊哥的口袋里 也发现了抗抑郁药丸 而俊哥的体内 同样检测到了 这种含有麻醉剂成分的抗抑郁药物 可简博士又坚定地认为 俊哥并没有抑郁症 这让八探长感到十分疑惑 凶手似乎是想将俊哥的死 也伪造成抑郁后的自杀 可法医在简单的尸检后就确认 俊哥是在溺斑后 被人掉在了操场上 头脑正常的凶手 有可能伪造出如此拙劣的自杀现场吗 这个漏洞百出的伪造现场 马上让八探长想到了一个人 死人就是正在乡村医院 接受治疗的突彪 突彪有过精神病史和犯罪前科 跟第一名死者马叔又有过节 更重要的是 在俊哥遇害的当晚 曾有目击者 在案发现场附近见到过突彪 面对八探长的质问 突彪说话有些语无伦次 脑袋好像确实不太聪明 但他拒绝承认自己杀人 八探长见问不出线索 也指得无功而返 就在案件调查再次陷入僵局之际 白医生突然跑来报警 声称自己的诊所昨夜被盗 丢失了一些现金和抗抑郁的药物 八探长隐隐感到有些不安 预感还有命案将要发生 不过在他的脑海里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怀疑对象 这个对象就是白医生本人 因为八探长和助理经过调查后发现 白医生诊所被盗的当晚 周围的邻居没有听到任何响动 八探长因此怀疑 白医生是坚守自盗 目的当然是为了撇清 自己跟连环命案的关系 为了找到确凿的证据 八探长随后趁着白医生外出的时机 独自来到对方家中 想再次向麻省问问情况 谁知麻省也不在家 而简博士的大女儿简妹 正一个人待在白医生家里 帮着白医生和麻省 照看刚满周岁的孩子 原来正在读初中的简妹 偶尔会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 在白医生家里当兼职保姆 八探长于是跟姐妹闲聊了几句 小姑娘看上去非常懂事 她表示自己出来勤工俭学 是为了给母亲减轻负担 八探长对此颇感欣慰 不过她总感觉 姐妹和白医生之间 似乎有一种暧昧不明的关系 如果白医生真是凶手 对方杀人的动机 或许跟这个姐妹也大有关系 由于线索千头万绪 八探长在跟姐妹闲聊完之后 决定暂时停止调查 等花两天时间 将目前掌握的线索 厘清头绪再说 谁知 线索还没来不及厘清 第三起命案就发生了 死者居然是八探长 心目中的头号嫌疑人 白医生 白医生的尸体 掉在私人诊所后面 音乐室的衣柜上 这个音乐室 是白医生的乐队 平时练习的场所 现场的门窗 没有被人撬过的痕迹 表面来看 白医生像是畏罪上吊自杀 但八探长一眼就能看出 对方是被人勒死后 再掉在衣柜上 也就说 跟前两起命案一样 这又是一个 拙劣的伪造自杀现场 警方在现场 找到了一只包裹的封皮 经过查证 这个包裹里 原来装着一件 高档的乐队制服 但警方搜遍现场 也没有找到这件制服 最让八探长感到意外的是 跟前两名死者不一样 白医生的体内 并没有检测到 抗抑郁药物的成分 就在案件 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的时候 当地又发生了一件 特别奇怪的事情 几乎所有居民家中 使用的绳索 包括靓衣绳 旗杆绳 跳绳等等 全都被人偷走 与此同时 警方接到居民报警 有人在一处 板球场附近的 靓衣绳上 发现了一件乐队制服 八探长 立即和助理分头行动 他让助理前去调查 偷神赐的窃贼 自己则驱车 赶到板球场附近 找到了那件衣服 这是一件高档的 乐队女鼓手的制服 看上去比较瘦小 似乎就是 白医生死亡现场 丢失的那件制服 可这件衣服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跟三起命案 又有什么关系呢 脑袋已成一堆 降狐的八探长 在将制服 放进车里后 见到一堆人 正在板球场上打球 简博士的三个孩子 简大 简妹和简妮 以及乡村医院的病人 突标等人 都在现场 八探长于是 暂时决定放空自己 主动跑去 跟简氏三兄妹 喝茶聊天 闲聊中 简氏三兄妹 还跟八探长 开起玩笑 声称 八探长跟他们的母亲 简博士非常般配 八探长见三个孩子 说话没亲没中 加上连日来的查案 让他感到有些疲惫 于是就匆忙结束闲聊 回到自己车上 睡了一会儿 或许是因为太累 但八探长醒来时 天色已晚 他鬼使神差地 下车转了转 想要清醒一下 结果被一根绳索 猛然累入脖子 八探长拼命挣扎 脖子上的绳索 却越累越紧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助理及时赶到 救下了八探长 等两人都反应过来时 袭击八探长的凶手 早就逃之夭夭 助理随后将惊魂危定的八探长 送到住在附近的简博士家中 做了简单的身体检查 好像没什么大碍 在简博士家休息了一夜后 第二天一大早 八探长和助理就赶到乡村医院 因为助理昨天已经查到了 偷神索的窃贼 不是别人 正是看上去不太聪明的突标 两名警官很快在突标的私人柜子里 以及一处隐蔽的林间小屋内 找到了大量被盗窃来的绳索 面对如山的铁证 突标仍然闪烁其词 在被问到为何要偷取居民的绳索时 他只是难难地磨道 如果没有了绳子 他们就用不了了 我必须阻止他们再去杀人 他们 八探长心头猛然一震 几乎是在一瞬间 他将脑海中的所有线索 都串联了起来 从而想通了案件的真相 没错 凶手并不是一个人 甚至不是两个人 而是三个人 准确地说 是三个孩子 在问询完突标之后 八探长和助理 立即赶到当地中学的散学点 将三名嫌疑人 简大、简妹和简妮 带回了警局 在接下来对简妹的单独盘问中 八探长大致搞清楚了 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第一名死者马叔 是简博士最难缠的病人 对方在住院期间 就让简博士耗尽心力 即使出院以后 简博士也要每周上门 对其进行心理辅导 在检视三兄妹眼里 马叔不仅冒犯了他们的母亲 也耗费了母亲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三人决定杀死马叔 除掉母亲的这个累赘 案发当晚 还只是一名初中生的简妹 打扮得十分妖娆 然后主动敲开了马叔的房门 债务缠身又陷入离婚纠纷的马叔 仍然不改老流氓本性 欣然将简妹迎进屋 简妹进屋之后 就偷偷将哥哥简大 和妹妹简妮也放进屋内 紧接着 兄妹三人用银色小奖杯 给马叔强行灌下了 掺有抗抑郁药物的葡萄酒 等马叔吞下药酒 丧失行动能力后 三人又用马叔家的猎枪和鱼线 从容布置了一个复杂的机关 伪造了一个自杀现场 至于那只银色小奖杯 是姐妹在白医生家中 当兼职保姆时偷来的 目的是扰乱警方的调查方向 第二名死者俊哥 死前正在追求简博士 这让检视三兄妹感到极度不安 三人觉得 俊哥有可能将母亲 从他们的身边夺走 于是又对俊哥痛下杀手 案发当晚 在乡村医院的周年晚宴上 姐妹偷偷在俊哥的酒杯里 投放了抗抑郁药物 致使年夫力强的俊哥 在回医院的路上 感到昏昏沉沉 跟踪而至的兄妹三人 趁机联手将俊哥 溺死在了路边的河里 扎完人后 三人又在尸体的口袋里 放入了几粒抗抑郁药丸 最后将尸体拖到医院门前的操场 吊了起来 伪装成俊哥服药上吊自杀的假象 之所以将尸体拖到医院门前吊起来 其实还有一个用意 就是希望借死将医院整黄 在检视三兄妹看来 只要医院关门大吉 母亲就有了更多时间陪伴他们 至于第三名死者白医生 实际上跟简博士之间并无瓜葛 白医生痴迷于音乐 最近还给自己的乐队 物色了一名年轻漂亮的女鼓手 这名女鼓手不是别人 正是姐妹 白医生对姐妹心心念念 帮望着对方能给自己的乐队增光天才 为此他不惜高薪聘请姐妹 到自己家做兼职保姆 姐妹也自认为跟白医生的关系非比寻常 由于杀死俊哥 用光了兄弟三人 从母亲医院偷来的所有抗抑郁药物 而三人还有一个杀人计划没有实施 所以姐妹就直接问白医生 索要抗抑郁药物 谁知白医生觉得人情归人情 原则是原则 直接拒绝了姐妹的要求 检视三兄妹 这才趁夜潜入白医生诊所 偷取了药品和现金 由于姐妹手中有白医生诊所的钥匙 所以三人在行窃时 并没有闹出什么声响 白医生显然很快就能想明白 姐妹肯定是参与了偷药 所以兄妹三人又将白医生杀死灭口 这一次 他们并没有用到抗抑郁的药物 是因为在杀人之前 姐妹穿上了白医生为其量身定做的制服 白医生第一次看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女鼓手 穿上制服的样子 顿时浑身抽搐 像是兴奋到了极点 而就在这档口 简大和简妮连起手来 将其勒死在了兴奋之中 然后再次将尸体吊起来 伪装成了一个自杀现场 如前所述 简视三兄妹还有一个杀人计划 目标正是查案的巴探长 巴探长不仅跟简博士关系要好 也打心眼里敬佩这位性格坚韧的女性 这让两人之间的互动显得尤为亲密 追求简博士的俊哥 始终对巴探长怀有敌意 正是误会了巴探长和简博士之间的关系 同样误会两人关系的 还有简视三兄妹 三兄妹觉得 除掉巴探长 不仅能解除杀人罪行暴露的隐患 也能避免母亲被人抢走的危险 为此 三人给巴探长设计了一个陷阱 他们将白医生定做的那间女鼓手制服 故意挂在板球场附近的亮衣绳上 巴探长在找到制服后 刚好撞见简视三兄妹在球场玩耍 结果自投罗网 主动上前跟三人闲聊 并在不经意间喝下了三人 为其准备的掺有药物的水 致使自己在车内昏睡过去 好在身为警察的巴探长安全意识很强 在昏睡前锁上了车门 兄妹三人只得猫在暗处 等巴探长醒来走下车子透气时 才突然下手 准备如法炮制勒死对方 结果功亏一篑 被及时赶到的巴探长助理经走 巴探长这才逃过一劫 由于简视三兄妹都是半大的孩子 思维不够周密 活干的也粗糙 因而几个杀人现场伪造的都十分拙劣 并且三人在第一次杀人时 就被当园丁的突彪目击 从此突彪就开始关注三人的行踪 试图阻止他们继续杀人 可惜都未成功 这也是突彪出现在俊哥遇害现场附近的原因 白一生死后 突彪彻底慌了 头脑确实不太聪明的他 随后偷走了所有居民家中的绳索 单纯地以为这样一来 凶手没有了绳索 就不会再杀人了 在问询完姐妹搞清楚案件的全部真相后 八探长又对简博士最小的女儿 简妮进行了例行盘问 没想到得到了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 三年前 简博士的丈夫坠崖身亡 并不是一起意外事故 而是简大和姐妹联手 将自己的亲生父亲推下了悬崖 就因为他们觉得 父亲经常和母亲粘在一起 分享走了原本属于他们的母爱 可能简博士做梦也不敢相信 他作为心理学的教授治疗过无数心理疾病患者 据说还帮助警方破获过多起变态杀人狂的案件 而他自己的三个孩子居然也成了变态杀人狂 本期的故事来自英国推理神剧 《骇人命案事件部》第六季的第二集 《死亡与梦》 这个系列总共有上百个复杂的案件 凶手的动机和杀人手法大多都非常离奇 听到目前总共只讲了其中的九个故事 喜欢和不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 都欢迎多多留言 我们会根据大家的喜好程度 决定是否继续这个系列的讲解 今天就到这里吧 下期见